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42面 我们看仁恶的诵刑法 那么这一课是讲到安乐行品 安乐它的意思包括我们设身能够远离危险灾难 也包括我们内心远离忧愁苦恼 所以这个安乐的意思是通于身心世界 那么这个安乐到底的范围有多广呢 小到今生短暂的安乐 大到来生敬畏来际的大坡涅槃的安乐 都是涵盖的 所以在这个安乐呢 包括现实的安乐 也包括未来永恒的安乐 因为我们反复的确是要安乐 那么这么一个广大的安乐 是怎么成就的 主要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行处 一个是亲近处 行处就是理观 亲近处就是世修 那么从修学的次第 我们要先成就理观 什么叫理观呢 就是我们内心的安住 你的心住在哪里 在安乐行当中 他强调的心安住在 一念的理想的亲近心 这个是根本 我们一般人的心 是安住在自我意识 所以安住在自我意识的时候 实力我们内在的烦恼业力 就变成怎么样 辗转相续 变成非常坚固 所以我们就很难去调伏 改变自己 因为你根本就错了 就是为什么我们平常做了很多的功课 做了很多的 不思词解 忍入精进禅定的行门 我们进去很大的资量 但是我们发觉改造自己非常困难 因为你的心 安住错了 你以自我意识为主 那么自我意识的行程 它是一种 我们从生命的经验 特别是你最近这几百世的生命经验 点点滴滴的取向分别形成 我们每一期生命当中 虽然是生命的变化 但是有些特殊的人士的影像 被我们把它取过来 然后留在我们内心的深处 每一生都会取一些或多或少的影像 那么这样生生世世以后 我们的内心深处就累积很多的人士的影像 就形成我们的思考模式 当然这个影像的形成 它不是一瞬间的 它是有点长时间的积累 那么已经讲到自我意识的形成了 它讲到两个师弟 第一个 谜己为物 这个谜己啊 就是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是 亲近本来作片法界的 它没有固定的思考模式的 但是我们当我们的人生经验 透过取向分别以后 慢慢慢慢 人生经验的取着 就使令我们变成物化 物化就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们思考有个固定的模式 形成你有性格 你这个人有了你的个性 就像水 水是没有形状的 但是你把水 倒到杯子上 这个杯子是方形的 它就变成 时间久了 它就变成 这个水变成方形的形状 这个杯子是岩形的 才变成岩形的形状 所以谜己为物就是说 我们一开始本来是 亲近本来作片法界 但是慢慢慢慢 取太多相状以后 一开始我们怎么样 包容它 承认它 所以就把自己的内心 一个无形无相广大的心性 就变成一种狭隘的 自我的思想体系 第一个 谜己为物 第二个更严重 任务为己 当我们承认它以后 慢慢慢慢的 就主客对调了 我们的心性本来是主人 这些影像是 人生经验留下是一个客人 结果它变成主人了 它来掌控我们的身口一来 而我们的本来面目 慢慢的消失掉 就是 谜己为物 最后任务为己 那么这种情况 如果不处理 就使我们修行 我们只能够改造业力 但是不能改造思想 这个思想完全不能碰 这个意识形态的话 我们这辈子 你出生是什么思想 你学完佛以后 你走的时候 还是那个思想 就这个人修行了 换汤不换药 所以这个问题 必须解决 怎么办呢 佛所用两个方法 叫做回光管照 正念真理 是我意识 你只要随身 你只要随顺他 那你就没完没了了 你要顺从他 我的个性就是这样 我没办法改的 那你就顺从他 但是你要挑战他 你要是回过来 找出你从什么地方来 自我意识 他天不怕地不怕 他最怕你 碳粉球眼 你找他的根 因为他本身是一种虚妄像 他没有根的 他就是今生抓一点影像 前生抓一点影像 然后 聘合 凑合成的乌合之中 所以当我们一开始 回光环照 我的思想是前生累积的 又是前生累积的 一直一直找碳粉球眼 到最后 秘心了不可能 就是说 原来我们生命的延时点是 没有象状的 你原来是没有个性的 你还记得吗 你本来是没有个性的 你是因为不断地轮回 在轮回当中 取得你的人生经验 慢慢慢慢形成你的思考模式 所以 你要在修行当中 第一件事情 否定是我意思 就叫 不随旺转 就是你今生要有大突破 你今生要往 无上佛道 走上一大步 第一个 否定自己 这个就是理官 所以他那个清静 我们前面说过 这个清静不是修来 我们什么事也没有 没关系 法生不少 他有理官的清静心 有四修的清静心 他两个清静心都修 他理官四修 我们凡夫至少 你可以有理官的清静心 你道理上先认同这个事情 就是所谓的 直下承担 我们现在是一个在外面流浪的孤儿 我们当然回不了家 但是 你先相信 你原来有一个家的 你先相信这件事情 你先相信 你是大父长者的儿子 你只是暂时不能回家 但是你慢慢地往家的方向走 所以理官就是完全靠信仰 当然这个信仰靠教育 养性真如佛性 再凡不减 再胜不争 欺负众生 三无差别 然后呢 然后你就相信他 承担他就可以了 因为理官 没有什么道理还要讲 你相信就相信 不相信就不相信 这种不失意境 他没办法证明给你看 所以我们在写《华华经》 第一件事情就是 信价真如本性 那么信价真如本性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的因地成就 我们跟十方诸佛 站在同一个水平上 佛陀万德庄严 那是因人所生法 但当佛陀回归到 生命原始点 他是亲近 我们是业障深重 那也没关系 也是因人所生法 我们回归到原始点 也是亲近 所以我们跟诸佛怎么样 站在同一个家 站在一个亲近的水平 这是我们要做的 非常关键的第一步 这个步 没有踏出去 你后面就很难修了 如果你一直认为 你业障深重 你一直认为 你的个性不能改变 你今生就没有成就了 没有成就了 不管你一天拜几拜 都没有成就了 因为你认为精神 根本成望 你站在一种 生命的颠倒的 自我意识来修学 你是加强 自我意识的力量 你的福报 都是被自我意识掌控 当你根本是 掌握的时候 你所有的果报 都被掌握了 譬如 真杀不能成犯 你的阴地拿杀去煮 你结果就变成热杀 因为自我意识 不是成佛的根本 你不可能煮成犯 所以 诸位 我们在整个安乐情当中 第一件事情 就是 菩萨的行处 三世俗佛 他内心当中的安住处 就是清静心 我们也以清静心来住 只是我们的是信仰的清静心 那么 十方诸位是 透过世修的信解行政 他是正入清静心 但是没关系 还是清静心 这是第一点 叫做礼观 那么礼观以后 开始向内心 否定自我以后 那么接下来就是世修了 世修当中有三个方向 生安乐 口安乐 意安乐 就透过 这个我们经典里面的 直跟观 那么直就是调伏 当我们安住清静心以后 我们开始在面对自己 如梦如犯的烦恼跟罪业 第一件事情怎么办 调伏 不时地面对自己 把自己的烦恼过时调伏下来 身口意的过时调伏下来 第二个引导 把它引导到好的方向 引导到菩提宴 持非心 所以 当我们的根本站稳了以后 下面就是之末的世修了 就是改变生业 改变口业 改变异业 怎么改变呢 透过子行跟关系 那么这个就是世修 那么安乐行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因根果 透过理观世修 而成就身心实切的安乐 好 我们看忍恶的诵行法 这个地方讲到口安乐行 那么前面是长行 这里叫从诵 那么口安乐行的行法 有两 一个是指 一个调伏 一个是观行 看字行 看经文 那么这段里面有两小段 第一段来讲到和言说法 就讲到我们说法的时候 我们口业应该怎么做 若有出家的比丘比丘女 或者在家的又不设又不议 这个世众弟子 或者他是国王王子 秦成世民的一般的 居士 人等 那么他以恭敬心 来向菩萨求法 菩萨应该怎么办呢 以为妙意 和言为说 那么 他来请法 表示他的善根成熟 所以我们怎么样 直接讲 中道的一佛正的思想 一佛正思想 第一个就是理观 你告诉他自己 我们的内心 本来面目是清净的 从清净心来修起 六度万恨 这个是唯妙意 那么这个一佛正的妙意 用什么心态呢 和言说法 用这种和言的态度 来为世众弟子说法 这个和言 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 在说法当中 不论人法的 是非长短 眼里前面所说的 口业的四种过时 第二个呢 心中眼离 轻慢的对立心 你心中没有轻慢对立 你就不会去说别人的过作 也不会去 验贤 各种 众生 所以这个态度就是和言的 引离轻慢 而没有对立的 这个是说法的方式 就是有人请法的情况 就是以为妙意和言说法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有人对你提出的问题 你应该怎么办 我们看经文 那么前面是说法 这一下是回答难问 就是有人心中有问题的 他提出他的问题来向你请问 那你应该怎么办呢 随意而打 随意而打呢 欧伊大师分成两种情况 一个是可答 一个是不可答 什么叫可答呢 就是对方提出的问题是 自责语 自责语就是说 他是理性的要跟你讨论 他真的是想要去 从一个学习 想要了解 这个真理的角度 来跟你请示 那么叫做自责语 他是从智慧的心发出来的 那是你可以回答 就你所知的 可以完全告诉他 这是第一个可答 第二个是不可答 不可答有两种结果 你不能够回答 你要拒绝回答 第一种 国王语 他讲话的口气 就跟国王一样 所谓的违者诛之 这个诛就是诛杀 就是 他的讲话态度 是特别的刚强对立的 他就认为他 也就是他是来跟你辩论的 你可以拒绝回答 第一个 因为他讲的话是 国王的这种口气 国王语 第二个是 愚者语 他这种人是 愚痴浅事 难民赐费 因为你跟他讲 他也不懂 他就是喜欢跟你问而已 这个时候 我们也可以拒绝回答 为什么要拒绝回答呢 因为尊重法固 佛法不能在一种 疑痴于 国王语的这种 轻慢的情况之下 对立的情况 来先说的 这个是会轻慢佛法的 所以 难物呢 你得要先判断一下 是可答 是不可答 看他的心态 那么如果对方是 看一措 教化的是可答的 那么我们应该配套 因言说 辟语说 来开展 这种详细的 法语的差别 透过因言跟辟语 来分别 这个法语之间的 彼此的差别 那么以示 因言跟辟语 两种方便 使令对方怎么样 发起菩提心 透过信解 与佛证的 清静心 而发起菩提愿 那么乃至死灵 他慢慢的 增赏广大 驱逐于佛道 这当中呢 要消除 懒惰意 跟谢代想 一种精进的心 离诸忧恼 虽然在 问答过程当中 可能会 产生 忧跟恼 那是 依止慈悲心的说法 所以这个 口语的词 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在说法的时候 一个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说法的时候 当然是和言说法 你尽量不要去碰那些 佛法以外的人我识会 这个是和言 因为你一碰识会 就产生对立 就有些人听得高兴 有些人听得不高兴 所以说法者尽量是 以法来说法 和言说法 第二个随意而答 判定 这个回答 该不该回答 回答到什么程度 才能够尊重佛法的 他的这个殊胜 这是直 我们看官 这个官呢 就是怎么样能够做一个 善巧引导 看经文 昼夜常说 无上道教 以诸因缘 无量辟喻 开示众生 贤令欢喜 衣服卧聚 饮食医药 而语其中 无所希望 但依心念 说法因缘 愿成佛道 令众一耳 事则大力 安乐共养 我们在讲这个深夜的观 深夜的观是空 它是要破 这个心中的直取 因为你心中有执着 你表现出来的身体 就不正常 你看我们很多人 深夜上做很多 无差别的伤害 根本没有理由的 这种没有理由的伤害 他心中一定有一个 特别的执着 一定有盲点 所以为了要深夜的 调逻辑性 佛特要清除我们 心中的执着的颠倒响 但是说法不一样 说法它是片中在深善 所以它的观念 不是空观 是假观 官机斗教 所以第一个 必须怎么样 善巧说法 怎么善巧说法呢 昼夜常说 无上道教 就是说这个大善的法门 或者用阴言 或者用无量的辟语 来作为一种方便 那么开示末法众生 显令欢喜 先求契机了 你一契机 他就欢喜 这是善巧说法 第二个 不求回报 那么说法以后 我们内心要怎么想呢 对于衣服 卧具 饮食 医药 这种种的供养 心中 不要存有任何的 回报的希望 那么不求回报 我们说法应该怎么想呢 但一心念 说法应言 厌成佛道 令众一耳 所以我们在做功德的时候 一定要不要去求因果的回报 就是怎么样 回向 要透过回向 把它回转导向到无上不体 你这样子的回向 四者大力 未来拯救广大的功德 乃至于你这样子做 你今生也能够得到安乐跟供养 前面的子媳 偏重在远离过世 远离过世 这个观形就成就善法 包括善巧说法 跟不求回报 这个不求回报 人生那我这样子 我修了半天 我也不求往生极乐世界 不求成佛 往生极乐世界 跟成佛不叫做回报 那叫做功德 他这个地方的回报 是不求因言上的回报 他是这样子了 你追求因言的果报 那真如就没有动作了 反正你念头一动 那就因言就 生命的因言法就启动了 门就打开了 那你不求因言果报 那真如的门就为你开了 真如就要回报你了 他是这样子 真如回报 当然就是无漏的功德 包括往生极乐世界 包括成就佛道 这个百易经上 百易经 佛都讲一个屁语 他说有一个人 他到山上去 他发现一个很大的石头 这石头非常大 几乎像一座山这么大 那么这么大的石头 他怎么办呢 他心中就打望下 他心中出现一个影像 出现影像 他为了把这个影像实践 他拿这个斧头 把这个石头 今天早一点 明天早一点 结果几十年后 终于把他心中影像 找出来了 找出什么呢 一只小小的牛 一只小小的羊 结果他 他把大部分的石头 都给砍掉了 他是留下一个 小牛小羊的形状 大部分的石头都没有了 就是说 诸位 其实我们做布施也好 做直戒也好 其实我们 只要跟真如的 一念的 无所得的 亲近心跟菩提宴 相应的时候 你本来可以成就广大回报 但是我们心中 老想的来天的快乐 结果呢 你就像一个大石头 结果变成一个 小小的牛羊的象状 就是 追求回报 结果就是被音言法给献住了 被这个国报给献住了 但是你一今天把音言放掉 那真如的门就打开了 真如就回报你了 就从真如的功德去回报了 那么这个是观形的善法 前面是断乐 这个修善 好 我们看口叶的行程 看经文 我灭渡后 若有比丘 能眼说思 妙法发经 心无集会 诸脑障碍 亦无忧愁 即骂利者 又无部位 夹刀障能 亦无禀出 安住忍故 那么 这地方呢 讲到送寻城 送寻城 送寻城呢 就是我们通过前面的 这个口叶的指跟观啊 所成就的这个口叶的功德 在我灭渡之后 若有比丘 能眼说思 妙法莲花经 那么 我们今天能够根据 如法的指跟观 来眼说妙法莲花经呢 怎么眼说呢 我们看 心无集会 心中没有任何的嫉妒跟称慧 前面讲到这个轻慢 就是包括嫉妒跟称慧 隐身的轻慢 你内心没有忧会 那么你外境就没有种种的苦恼障碍 你心中没有任何的忧愁 你外境就没有人反对 骂逆你 你心中没有任何的部位 那就不会招感恶人 对你的刀杖的伤害 乃至于被秉出的各种问题 为什么 因为你内心安住忍故 你一直轻轻心 菩提燕 菩提燕所升级的忍入一 能够善巧保护你 所以这个地方讲到 隐离事过 隐离事过 好 我们看第二段 劫释行程 看经文 智者如是 善修其心 能助哀乐 如我尚说 其人功德 千万一解 算术辟喻 说不能尽 那么我们远离过失 而生起善巧说法 乃至于不求回报 为什么 结果呢 智者如是善修其心 我们通过前面的指跟官来 调伏引导其心 那么这样子就能够 在今生安住 口安乐行 那么以如此的 止官的说法 这个人的功德 千万一解 算术辟喻 说不能尽 那是你能够 招感未来 无量无边的功德 无量无边的安乐 那么这段经文的 偶一大事义就是说 内心无过 外难不生 如无错误 赢者不来 就是说 我们有很多的灾难 当然 跟业力有关系 但是为我们要知道 其实我们业力 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们前身的业力 叫做什么 叫做业种子 它是一个种子味 你要把它激活 你必须有今生的烦恼 世界上 只有业力 是不能得果报的 一个阿罗汉 阿罗汉他怎么就没有生死呢 难道他生死 越多越近晴空了吗 未必 他才修了六生 他无量的轮回生死 那么多的业力 他今生 六生就把它结束了吗 不是 因为他内心 不起见识烦恼 所以这个种子 他孤伪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内心没有过错 你就不容易 招感这种尊业 就好像你 你没有臭灰的东西 你就不会招感 苍蝇过来 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 诸位 这个世安乐 它的重点在内心的离开过时 就是说 你今天 你不去批评别人 你就不可能招感 虽然你有那个业力 你就不容易招感别人批评你 你心中没有忧愁 你就不可能招感 骂利你的人 所以就是 先端正其心 因为业力跟妄想是相互作用的 佛教的态度 不要试图去改变业力 因为你生死凡夫挑战业力 那你是以小去挑战大 但是你改变你的思想 你让你的内心是真实的 没有过失的 你就不容易招感这些重大的过失 就算有过失 你有罪业 他也起不了太久 因为你不跟他互动 所以佛陀的意思就是 内心无过 外难不胜 但这个思想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是 我们在修习口安乐的时候 要注意的 好 这个是口安乐行 口安乐行当然 用两句话总结了 就是 直 远离亲慢 观 就是记足善巧 一方面远离亲慢 一方面记足善巧 这是断恶修善 我们看庚三的 意安乐行 这个意业 意业当中也是分成两段 先看长行 长行当中也是分成子跟观 先看眼离过失 看直 看经文 那么这个地方有四段 先看第一段 不嫉狂 不嫉妒 跟欺狂 那么一页第一个要调伏的 这个子行是调伏了 就是说 在佛陀灭度以后的 五卓二世的当中 我们菩萨来受持毒送 法华经的时候 你心中用什么态度来受持 来弘扬法华经呢 不要怀有 嫉妒的心 跟惨广的心 我们先谈嫉妒 嫉妒啊 叫做不耐他龙 不耐他龙是怎么样 是由贪而产生 所以它涵盖两个烦恼 就是 我们心中 本来要追求一个 东西 就是贪啊 但是你发觉 你的竞争者 他比你优秀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称了 就由贪转称了 就是 他是 你要贪一个东西 结果你发觉 对方比你 做得还好 做得更好 结果你就由贪转称 这是嫉妒性 就是对立的嫉妒性 第二个是惨广 这个惨呢 就是 惨逆漏顺 不认教诲 惨就是 你把你的缺点 隐藏起来 把你的优点 尽量在大众中表现出来 这种人就很难去反省 很难教诲 这是禅 狂呢 就是 角限有德 以图立养 尽量在大众当中表现自己有功德 有时每次拿个练诸 在大众里面给人家看 其实你根本就一天 练没有太多佛号 所以 禅跟狂啊 他们两个共同点就是 虚伪不实 虚伪不实 当然目标不一样 一个是 不认教诲 一个是图求利养 所以他后面的对视 就是执行是道长 这个惨狂 我们解释一下 惨狂跟基督啊 其实对视方法是一样的 因为这两个很接近 都是对立 他们两个对视 就是以正直的心对视 后面他会讲到 就是 诸法因言生 各有各的因言 各有各的因言 就是说我们要知道 一个菩萨 我们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难免都会跟众生互动 特别是同参道友 同参道友 我们最难相处 最难相处 你跟长辈很好相处 长辈就是公敬 对下辈就是死辈 所以最难相处的是同辈 尤其是修行差不多的 年纪也差不多的 那么这个时候 就很容易产生 嫉妒了惨狂 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要讲顺从因言 其实我们不但是顺从真如 也要顺从因言 因言所商法就是 每一个人各有各的专场 你有你的特点 他有他的缺点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 那你怎么办呢 你找到你的定位就好 定位 你不要管别人怎么样 就是有些人 他可能适合做打扫工作 有些人适合做人事协调 有些人适合编讲义 都没关系 你的专场是什么 你就找到你的定位 做你该做的事情 做你适合的事情 然后随其别人的功德 就叫正直 就是说 因言所商法 最怕你怎么样 对立跟人家比较 我怎么样 你怎么样 一比较的时候 嫉妒心出来了 惨狂也出来 这个就是落度于比较 就是你内心不正直 你没有很真实地面对自己 那么你没有面对自己的时候 你攀岩别人 拿别人跟自己对比 那你自己就起烦恼 是这种情况 这个是不计狂 这是异业的第一个 不能有嫉妒跟惨狂之心 我们看第二段 义武轻骂学佛道者 求其长短 那么 常管只是内心 那如果你没有好好对视 就变成口业了 你还是轻视 谩骂 这种学佛道者 这个学佛道者 就是三层的同参道友 那么同参道友 你就怎么样 求其长短 求其长短 就是你用你的长处 去攻击他的短处 所以我一大师说 我们学菩萨道人 要取其长以致意 物求其短而无比 你要看他的优点 来当做你学习的对象 要包容他的缺点 那你就不会容易 去侵慢你的同参道友 第二个 不侵骂 第三个 不脑乱 看经文 若比丘 比丘尼 忧婆色 忧婆仪 求圣文者 求辟之活者 求菩萨道者 无得脑之 令其移回 于其人言 如等去到甚远 终不能得一切总治 所以者和 如是放逸之人 于道懈怠固 第三个 不要脑乱修行者 你不但是不欺骂 你还不能出口去捞乱他 怎么扰乱呢 就是说 若比丘比丘尼又不设佑婆仪 这四众弟子呢 四众弟子 他们由于每一个人的根基不同 有求生文善的 再求极尽涅槃的 有求毕斯佛的 有求菩萨道的 那么你自己学完法法经以后 当然你的视野更开阔了 你站在一念亲近性的角度 来看死法界的因言果报 自主梦如幻 但是你 虽然你的 见地的水平高 但是你应该怎么办呢 无得而脑子 令其移回 你不要去刺激他 说哎呀 你们这些求三正的人 都是心外求法 虽然你们成就 你们相应的果报 但是你们 离佛道久远 你这样子去刺激他 对他没有好处 比如偶尔大师说啊 禁不能见起源离 退不能遵守三全 他的根基就是这样子 他的根基就只能够去 单向的修学 他只能修四地法 去向涅槃 他只能修六度 去向菩萨道 那你一定要一心真主的角度 来去捞乱他 结果呢 他不但不能成就 一心真主的妙礼 他连他自己的本分的全法 也失掉了 所以我们讲 利益其人员 如等气道圣言 终不能得一切种子 他说你这样子修啊 你修到什么时候啊 都没办法成佛的 因为你今天呢 有所得 就形成单向的功德 你不能成就种子的功德 那你用言教的思想去 问难全法 但是他的根基又不够 所以呢 就变成一种扰乱 所以者和 如是放异之人 一道懈怠骨 你从佛道的角度是放异的 你是得少为主的 从大政的角度是懈怠的 这个你不能这样扰乱他 因为他的根基还不够 看第四个 不增 不增进 又以不应戏论诸法 有所增进 那么这个戏论诸法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一个初心菩萨 在说法的时候 不能够去跟人家去 互相比较争夺高下 在哪里比较高下呢 消文示意 你看我消的比你漂亮 我用的言词比你美妙 那么忽略的 关心的重要 就是这个文字像 重点是要能够 你要启发他内心的智慧观照 而不是在 整个消文示意当中 求其美妙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不要在美妙的 消文示意当中呢 去争夺高下 不增进 那么总而言之 这个一安乐喜呢 惠世禅师讲出两个众主 叫做无脑平等安乐喜 第一个 心中不要脑害众生 第二个呢 就是平等 要慈悲包容 这个慈悲包容是指关心 前面的子行 就是无脑 不要脑害对方 他既有的善根 那么慈悲包容 看下一段 就是观恒 观心 我们透过对视的方法 把我们自己 把它引导到一种 平等的慈悲心 看经文 当于一切众生 起大悲想 与诸如来 起慈父想 与诸菩萨 起大师想 与十方诸大菩萨 常应身心 恭敬礼拜 与一切众生 平等说法 以顺法 故 不多不少 乃至深爱法者 以故为多说 前面讲到 我们异议的四种过世 济狂 欺骂 老乱 跟增进 的四种过世 四种过世 变成脑害众生了 那怎么办呢 佛陀提出的 四铁药 来对峙 第一个 以大悲心 对峙 济狂 那么第一个 当一切众生 起大悲想 就是说 你行菩萨的目的 你不是跟人家比较的 你不是要跟人家比较 谁好谁坏的 行菩萨都是要怎么样呢 但愿众生得离苦 不为众生求安乐 你是要为众生 拔除痛苦的 你不是要跟他比较高下的 第一个 神大悲想 大悲想 你就不会嫉妒他 也不会 内心有太多的虚伪 第一个 大悲想 第二个 自轻骂 以诸乃起 慈父想 这个如来是指众生 因为众生是 未来的诸佛 虽然他现在走上三秤房 但是 三秤 慢慢久了 他就会回备到一佛秤 因为十方佛祖 终止有一秤房 所以他呢 从长眼来说 他是未来的诸佛 我们对未来诸佛 应该怎么样 生慈父想 他是我们一切 终生未来的慈父 这第一个 从未来来看 他是慈父 第三个 自恼乱 一诸菩萨起大思想 以十方大菩萨 尝应身心恭敬礼拜 那么这个菩萨是指的是什么呢 三秤的行者 因为三秤的行者 就是菩萨道 从一佛秤的思想 他们也是走在成佛之道 只是 他是绕一个弯子 我们一佛正式 直接弃入清静心 而生起菩提宴 那他们虽然绕弯子 他们也是没有离开菩萨道 所以三正的菩萨 他们都是一切众生的善之士 他们也有他们教化的 相应的弟子 所以我们对于这种 十方的三正的菩萨 应该怎么样呢 身心恭敬礼拜 因为他是众生的善之士 他也在教化他相应的众生 所以起大思想 第四个 自这个增进 一切众生平等说法 平等说法就是 偶尔大师说的 文谁异 异谁异 文字跟异理 要均等 不要文多异少 也不要异多文少 就是文字跟异理的说法要相等 那么唯一随顺法固 不多不少 恰到好处 乃至于对于法特别深爱的 也不要刻意的多说 你的异理讲到哪里 文字讲到哪里 是可而止 那么这个是讲到 慈悲平等 用四种想 大悲想 慈父想 大慈想 跟平等想 这四种的念想 来对峙 我们心中的四种烦恼 好 我们看行程 结行程 看经文 文书师里 是菩萨摩赫萨 于后莫世 法于灭食 有成就是第三安乐行者 说是法师 无能恼乱 得好同学 共读诵诗经 亦得大众而来听受 听以能持 食以能诵 诵以能说 说以能书 若使人书 共养精卷 恭敬 尊重 赞叹 那么这段经文是总结 我们通过这个 四种详 对峙 四种 过失 那么在整个 一安乐行当中所产生的功德 这刚才有两个 先看第一个 恶不能加 文书师 文书师里 菩萨 是菩萨摩萨 以后莫世 法义灭食 有成就第三安乐行 这个地方指的是 子跟观 你成就安乐行的子跟观 我们先说子 如果你能够成就子 调伏 四种烦恼 那么你将 将怎么会 无人恼乱 不为他人所恼乱 如是因如是果 你印第当中 你不恼乱 三乘的行者 你在果地上 你也不会为一切人所恼乱 所以你的修行也好 你的弘法也好 就无能恼乱 第一个 恶不能加 第二个 你修观 你能够 不但是远离过失 你还能够把你的心 引导到慈悲平等 那么这样子 就能够召感 圣言来及 殊胜的音言 来汇集 你的生生世世 能够召感 好的同堂道友 共同修学 花花经 而且你说法的时候 能够召感 相应的广大的听众 来听花花经 而且听了以后 他还能够相应授词 授词以后还能够去读诵 乃至于 他也能够为别人演说 那你这个 花花经的法总 就能够辗转相续 令正华救助 所以人书 若使人书 供养金鉴 乃至于 恭敬尊重 赞叹 所以我一大师说 修行这个 一安恶行 它的重点在 无脑跟平等 你修止行故 恶不能加 你心中没有脑害众生的心 你就不招感 别人脑害你 这是止行 由我观行成就 故 胜严乃及 你招感 好的应验 所以他这个 整个 缓华经的修觉 他很强调一个观念 诸位 就是说 你从现在开始 你先不要管 别人对你怎么样 你给他互动 你生命就没完没了 所以走出过去 什么叫走出过去 什么叫过去 我问大家 什么叫过去 过去在哪里 你的六亲戒属 就是你的过去 你的环境 就是你的过去 他用业力的方式 用人的方式 显现出来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就是你现在陷入一个 你有亲戒属 跟你不合 一个不好的环境 这是怎么回事 一句话就讲完了 万般皆失业 半点不忧人 好 你面对业力 你不随顺一眼 你去抗拒他 你伤害我 我也伤害你 好吧 那结果呢 结果两个人都倒落 你还是跟过去互动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先不要管过去怎么样 你不要管外境怎么样 从现在开始 你自己 把你的内心 端正起来 这个亦安乐行 就是你先把你自己做好 就到此为止 断相续 你对我怎么样 我认了 但是我现在的心态呢 有子行故恶不能加 有官行故 圣言来挤 你这样生命才能够反转 当然你能够做到 你不能活在自我意思 自我意思 你做不到 因为自我意思是一种对立的 所以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请你把你的思想 你的个性都收起来 安住在理想的亲近心 那照佛陀是说法 我都怎么说 你就怎么做 先端正其心 然后才能够改变业力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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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